好 来看的是9点最后一则新闻 先来关心了这个四大公投案在即 总统这个蔡英文下令全党要拼公投 而且一早赴桃园来试探 但他早就定场等等 成为上任以来 首度以总统身份来视察早交状况 带你来关心 好 主播 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这个小时的国会大现场 我们邀请到了立委蔡碧如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 今天要来聊有关于蔡总统 一早就前往了桃园大潭早交来做视察 不过记得吗 他在过去2013年曾经写下了 永存藻礁这四个字 那这样子这样今天的视察行程 会不会影响他四个不同意的态度呢 我们希望他今天早上7点半到 去看大潭的藻礁还有大潭的电厂 那大潭的电厂现在在扩建 那这个藻礁呢 在三阶还没盖完之前 事实上他的大潭的电厂 事实上是一直都有在发电的 就是7号要淘汰 那8号9号其实在三阶还没接完之前 事实上都有还是有气可以供电 可以发电的 所以事实上这个大潭的电厂的新建 跟三阶盖在藻礁这件事情 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 那今天呢 我知道总统要去看大潭的藻礁 他在2013年的时候 他去看了大潭藻礁 他发现这里这片美丽的海岸线 所以当下他写下了2013藻礁永存 那这片藻礁不会讲话 我希望今天蔡英文总统去看了他们之后 要能够为这一片非常深淡 而且也非常美丽的一个海岸线 能够实现他在2013年的一个诺言 那想到呢 公投领嫌人潘中正老师呢 他其实过去在总统府会见蔡英文的时候 在4月22号曾经邀蔡英文一同去视察藻礁 不过呢 蔡总统是回应说他要再看他的行程 不过今天去视察藻礁的时候呢 却没有邀请潘中正潘老师 潘老师呢 昨天跟我们通电话 他是表示说呢 他其实觉得他应该要邀请他 甚至问他说 假如说蔡英文不邀请他 他会过去吗 他认为说这热脸贴冷屁股 看来潘老师对于藻礁 以及蔡英文总统对于这个藻礁态度 其实已经心死了 就是已经很冷淡 就是看不惯了 潘老师认为这个民进党政务已经变了 那蔡英文总统也变了 他觉得这个政务变得蛮横无礼 那已经没有办法有效的一个对话沟通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在开记者会 我们在讲说这是一场 资讯跟资源不对等的一个公投 为什么讲这样 资讯不对等 这个是我看板上 资讯不对等 在过去一两个月 我跟其他的在野党的委员 都去跟经济部要一些资料 甚至我要了一个多月都要不到 我上个礼拜甚至当面跟王美花部长说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2017年的 一些能源的一个配级的一个资料 那他也当场答应 可是在这个礼拜一的经济委员会的时候 另外一个在野党的委员 上去跟他要资料的时候 他就说他不会再给资料 因为给了资料之后都会被错误的解读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政府真的是一个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之下 那他用他的资讯 然后来告诉老百姓 他要怎么说就是怎么说 他怎么说好像都对 但是我们在资讯没有办法拿到一个确确的资讯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这个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很难很难告诉民众 那我们也只能告诉民众说 这个政府完全的不资讯公开资讯不对等 其实就是想要隐瞒什么 他就是想要骗什么 所以我们就只能这样 再也就是资源的不对称 你看我这张表格 这个是中流 其实这个是中流过去 每年编的叫每年都编6到8亿的叫做木林经费 木林经费用在什么 就是他用在一些环境的教育上面 因为中流的开发毕竟会对环境有一些影响 那他就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教育 那中流透过这样的一个公关公司 去动员所有补助的一个社团 那为苏贞昌的公投说明案来造势 我跟你讲 这个是一个进化版的国库通党库 他拿国家的资源呢 然后来做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宣传 甚至呢用这样子上对下的一个恩事 来绑架地方的政府 那要他们要地方政府呢 要他们来支持政府的政策 用政府的钱来收买这些受害者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可恶的事情 成为执政党动员的一个装脚 这是民进党对环境 环保运动的一个背叛 所以在这一场资讯跟资源都不对称了一个公投之下 民进党把人民当敌人 这是独裁者的进化 我想这是一场非常艰辛的一个公投的议案 那我们说真的在野党跟我 其实我早上也都在街头接讲 我想我还是继续站在街头上面 因为说真的我们就是没有资源 我们也没有钱 不像人家2100场空间又包银的一个会议场 跟大型的荧幕 可以去动员这么多人来听他讲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很诚心诚意的站在街头上 我们每天早上就是站在街头去跟民众面对面的去沟通 我们的公投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的公投到底要怎么投 我想这个是给人民做一个选择 因为公投他没有要投人也没有要投政党 但是最后投出来的结果是全民要共同大家来面对 所以希望民众能够花点时间来了解这一次四项公投 到底他的议题在投什么 还记得中邮呢 他过去呢他其实有宣传四个不同意 似乎是现在呢 就是民进党的力量政治黑手已经进入了这个公投上面 那现在大家也很关心这个珍爱藻礁 过去蔡英文在2013年说永存藻礁 不过现在过去的外推方案跟 就是外推方案跟内推方案差了455公尺而已 等于说呢现在的藻礁题目变成了民进党的补考题吗 对因为他就说他已经外推了 要不然你想怎么样 最近这些政府官员就说 我已经听你们的话把他外推了 但是呢这些外推是 现在是泥沙覆盖了在这样的藻礁上面 到底会不会造成藻礁的一个死亡 其实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研究 但是因为我们觉得民团跟在党都觉得三阶的签子 三阶的选址有更好的选址的地方就台北港 可是他现在就是他听不下去 然后他就一直跟你讲说 我已经外推了 不然你想怎么样 所以现在委员会觉得说蔡总统今天去视察藻礁这个会对他的选情会有影响吗 会有加分吗 我个人认为民众表示 其实这样表示我们的总统也想要保护这片藻礁 我们希望呼吁民众要能够来吉利的来呼吁蔡总统 要能够对这一片藻礁要取下他的承诺 是 藻礁永存 是 谢谢委员 谢谢 感恩感恩 谢谢 刚刚蔡碧如委员呢 她是强调了藻礁永存四个字 也呼吁蔡总统在不要违背她过去2013年永存藻礁的承诺 四大公投在即 不管是真爱藻礁公投榜大选 还是反莱猪以及三阶议题 能源议题 大家都是非常的关心 也呼吁民众在12月18号投下神胜的一票 以上是这节的国会最新 我们将镜头交演给棚内主播 我们将镜头交给棚内主播